今天的重點是 2018台灣燈會的記者會 logo記者會 還有陳明文污水壁案的宣判 怎麼樣就是會記得 陳明文下水道壁案 二審宣判 嘉義縣長張花冠 露出一抹耐人尋味的微笑 但他可能忘記自己 九年前為了這件案子 和陳明文妻子 一起在法庭外抗議 當時廖素惠痛哭 張花冠還送暖地面紙 後來張花冠競選晚會 廖素惠悲情排下跪 誰也沒想到 昔日共患難 今日反目成仇 廖素惠最新po文 翻出14年前就戰 他說當年陳明文張花冠 傳飛文 是自己挺身而出 結果卻換來張花冠 笑他自卑 甚至引用平面媒體報導 說幸福城市調查中 嘉義縣敬培莫作 也是因為遇到主事者 只積極於自身利益 阿文小花開戰 從樓間風波到張花冠 發布自殺聲明 陳明文也無情回嗆 但現在陳明文恐怕蠟燭好幾頭燒 因為小花口中的下水道工程弊案 二審判決出爐 法院撤銷原判決 改判陳明文六個月 徒刑得一顆法金 經過嚴格的證據調查以後 認定成立洩密罪 亮處陳明文先生 有期徒刑六個月 得一顆法金 張花冠曾拋文控訴陳明文 當天樓間就是在說 必案官司都處理好了 等宣判確定沒事 會讓張花冠死得很難看 如今這個判決出爐 恐怕是會讓陳明文庫 張花冠笑了 記者張全程 SNG小組彈彈報道